整條邁進路成了大型停車場 移動也不動 車輛綿延好幾公里 車輛好不容易開始移動 但速度不到20公里 邁進路各路口全都堵住 逐線到邁進路的車流 還一度毀堵到縱觀社區內 駕駛動彈不得 昨天也開始在一位國道 五堵段會汽止這一段 它造成風趴 造成我們整個影響 整個邁進路 昨天早上開始大概塞到10點左右 今天早上從6點50幾分開始就塞起了 整比前一天更糟糕的狀況 現在導致說高速公路搶修的時候 要把整個被封塌的柱子全部拿開 然後整個做更進一步的清理跟維護 國道一號10.1公里邊坡 二號晚間再度發生貪荒 因為這一回影響範圍更大 因此高工局緊急封閉 南下五堵到汐止的車道 也讓基隆道汐止的國道 只剩下國道3號一條 導致邁進路塞車情況 比前一天更嚴重 上班族幾乎遲到 都快到了 那今天跟昨天差在哪裡 你等多久 應該等了才10分鐘吧 那車子來了嗎 還沒 那怎麼辦 就請假了 就要先請假了 有沒有想說接下來這幾天可能都會這樣做 對啊就早點出門吧 有一定位置要先上 結果他等很久 上學的學生在這邊等了一個小時 沒有今天比較晚一點 少了多少時間 大概有10分鐘到15分鐘左右 那如果真的遲到怎麼辦 公司那邊請假 那會不會覺得很無奈這種天災 天災然後造成你們的傷 對啊其實我提早出門 我本來是要去搭火車 但是就是剛剛那邊太塞了 然後趕不上 所以我想說那我就等了才吃了 因為那車好 就至少也可以到 然後但是他也在玩 就是也在塞 所以我現在就要等他而已 雖然民眾已經提早出門 但還是沒用 邁進路車輛走走停停 客運幾乎 煙霧超過30分鐘 我6.28從引擎煞車等到現在 受到連續兩天塞車影響 許多民眾改搭乘大眾交通工具 金融火車站也出現搭車民眾 秩序還算順暢 記者黃紹明金融報導